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从不可以追求表面的华丽与张扬 而是注重内心的修炼与积累 他的表演风格自然真挚 没有过多的角柔造作 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实与亲切 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中 徐凯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他对待工作敬业认真 对待生活低调朴实 他从不炒作自己的私生活 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演艺事业中 用实力证明自己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 徐凯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形象清新阳光 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他的演技扎实自然 让人为之倾倒 他的为人低调谦逊 赢得了业内人士的广泛赞誉 徐凯 这位没有油腻感的男一人 用他的才华和魅力征服了观众的心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我们期待着他在演艺事业上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第九名 陈哲远 我跟江颖在一起 啊 你听谁说呢 他就像一颗璀璨的星辰 在演艺界的天空中意义升辉 他的五官突出 犹如经过金雕细琢的艺术品 每一处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尤其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镜 宛如清澈的湖水 深情而温柔 让人一眼就能陷入其中 陈哲远的眼镜仿佛有着魔力 能够轻易地触动人们的心弦 当他凝视你时 你会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情感冲击 仿佛他的眼神能够穿透你的灵魂 直达你的内心深处 那种清澈而深情的眼神 让人无法抗拒 也让人为之倾倒 除了眼镜的魅力 陈哲远的整体形象也让人难以忘怀 他的面容俊朗 线条分明 给人一种阳光 健康的感觉 他的气质独特 既有青春的活力 又不失成熟稳重 让人在欣赏他的美貌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他的内在魅力 在演艺方面 陈哲远同样展现出了出色的才华 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特点 将角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他的表演自然 真实 让人感受到角色的喜怒艾乐 也让人对他的演技赞不绝口 陈哲远 这位武官突出 眼神清澈的男人 用他的魅力和才华 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我们期待着他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第八名 李县 我叫谢志尧 我叫谢志尧 我是我们村的颜值担当 他的名字在娱乐圈中熠熠生辉 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 照亮了许多人的星空 他因饰演巴总含伤岩一角 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县男友 梦中情人 那独特的魅力仿佛一阵春风 扶过人们的心田 回首李县的过去 他并非一帆风顺 从小肥胖的他 曾经承受过不少的压力和嘲笑 然而 他并未因此沉沦 反而将这份压力化为动力 下定决心改变自己 经过艰苦的减肥之路 他不仅成功塑造了健康的身材 更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如今的李县 身材健硕 腹肌满满 每一次亮相都让人眼前一亮 他的健康与自律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 而他那深邃的眼神 坚毅的面容 更是让人为之倾倒 在荧幕上 他无论是扮演霸总 还是其他角色 都能将角色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为之赞叹 然而 李县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外表 他的才华与努力同样让人敬佩 他不断挑战自我 尝试不同的角色和表演风格 每一次都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惊喜 他的眼睛预见成熟 对角色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 让人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潜力与实力 第七名 刘学义 这位男艺人凭借他出众的颜值和精湛的演技 成功在花间另一剧中爆火出圈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刘学义的颜值无疑是他的一大亮点 他五官立体 轮廓分明 尤其是那双深邃的眼眸 仿佛能够洞察人心 让人为之倾倒 他的气质独特 既有现代都市男性的时尚感 又不失古典韵味 这使得他在古装剧中能够游愿有余地展现自己的魅力 除了颜值 刘学义的演技更是让人赞叹不已 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 将角色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花检令》中 他凭借精湛的演技 将角色内心的复杂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为之动容 刘学义的成功并非有人 而是他多年努力和积累的结果 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相信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刘学义会继续发光发热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 这位年轻男艺人 以其卓越的五官和硬朗的面部轮廓 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他的五官立体 仿佛经过精心的雕琢 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 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而他的面部轮廓则显得硬朗有力 给人一种坚定 果敢的感觉 仿佛他能够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 王赫迪的硬朗形象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外貌上 更体现在他的性格和气质中 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自我主张 对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都有着清晰的规划和追求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展现出了不同的魅力和特点 但他总是能够将其演绎的深入人心 让观众为之倾倒 除了外在的魅力 王赫迪还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精业精神 赢得了观众的尊重 他对于角色的塑造总是能够深入人心 将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每一个表演都充满了力量和感染力 让人为之动容 第五名 邓维 这位年轻演员以其出众的颜值和精湛的演技 在《长月静明》和《长相思》两部作品中虽然不是男一号 却赢得了网友们的广泛赞誉 被称赞为帅到逆天 邓维的五官精致而立体 每一个细节都仿佛经过精心雕琢 让人过目难忘 他的眼神深邃而富有感染力 能够轻易地抓住观众的眼球 而他的面部轮廓则清晰分明 给人一种坚毅而有力的感觉 与他在剧中所饰演的角色形象相得益彰 除了颜值出众 邓维的演技同样不容小觑 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 将角色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长月静明》和《长相思》中 他虽然不是男一号 但却通过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 成功地塑造出了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 让观众为之倾倒 第四名 谭剑刺 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 画家手中的笔 就是记录现场唯一的工具 他以其独特的港风美男形象 在娱乐圈中独树一致 深受观众喜爱 他的下颌偏宽 棱角分明 这种面部特征赋予了他一种坚毅而又不失温柔的气质 而他的五官线条扁原 这种经典的美男标准更是让他在众多男艺人中脱颖而出 谭剑刺的颜值不仅仅体现在静态的照片上 他的动态表现更是让人惊艳 他的眼神深色而富有神采 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都能牵动观众的心弦 他在镜头前的自如表现和自信魅力 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第三名 王毅博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他以清冷高贵的外表和卓越的多彩多艺才能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认可 他的颜值与实力并存 让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 王毅博的外表清冷高贵 给人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 他的五官精致 线条分明 眉宇间透露出一股阴气 他的气质独特 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 都能散发出强烈的个人魅力 这种清冷高贵的气质让他在镜头前格外引人注目 成为无数粉丝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然而 王毅博并非只有外表出众 他的才华同样让人惊叹 他不仅在演艺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 还展现了出色的多才多艺 无论是唱歌 舞蹈还是其他表演形式 他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 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他的歌声深情动人 舞蹈动作流畅自然 每一次表演都能给观众带来惊喜和感动 第二名 黄锦鱼 多片年代 消防员就是最危险的之一之一 他以气不做作 杨刚的直男性格和出色的外貌条件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他的性格大大烈烈 直晒而真实 给人一种清气而自然的感觉 没有任何绞柔造作的痕迹 黄锦鱼的身材也是他的一大亮点 他保持着良好的体态和健康的身材 腹肌满满 充满了性张力 然而 他并不会因此而显得油腻 反而给人一种阳光 健康的感觉 这也是他深受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 在演艺方面 黄锦鱼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 将角色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他的表演风格自然 真实 让人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第一名 肖战 母亲我想快点长大 保护你 被誉为内娱最帅的男星之一 他凭借陈秦令和梦中的那片海等作品迅速走红 不仅在中国内地备受瞩目 在全球范围内也备受关注 其魅力不分年龄 各个年龄层的人都为之倾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